老街手机真实价不错 上家大人一种 大家好我是玩玩 一个在华江北开公司造成的00后女孩 想了解20次行情 那就关注我吧 13mini跟13boro目前市场 仍旧是保持缺货状态 而且价格方面也是居高不下的 最近在实验不推荐这两款机器 13依旧是复制最近行情不变 13boro无论是大小内存 基本市场都是属于一个缺货的状态 13pm也是保持很慢状态 目前13系列也只有13跟13pm比较值得入手 13boro不仅缺货 而且价格方面相比之前 也是实际行情涨了400左右 而且相比13pm差价又太小了 仅仅只有200多的差价 老款系列机器个人觉得依旧值得入手的 目前只有SE3跟平过失 其他机器综合性价比相对来讲比较一般了 14系列也是复制前两天的行情保持不变 1287的拿货行情在3200 256G的在3880 14plus整体也是小跌了100左右 目前128G拿货行情在3580 256G市场基本是缺货的 144pro也是小跌了50左右 目前128G市场拿货行情在4730 256G的5350 14pm保持横盘 1287的5000 256G的5500 14系列虽然说普拉斯有左下调 14系列虽然说普拉斯有左下调 不过个人觉得这个身体应该还会再跌100左右 不是高级的小伙伴可以再蹲一蹲 着急入手的14小内村 以及14poro跟14pm还是可以 10%入手的 短期内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的波动了 有点 好